三個中產黨 趁著新年還未過完 今次我們也會講一些年度經濟數據 今次主要講的是中國的GDP增長率 我記得我讀大學差不多20年前 我記得當時考中國政治其中一條 其中一個定義是補8 我還記得我沒有溫習 也不太知道什麼是補8 現在當然知道 去到今時今日 中國政府的國策已經不是補8 據他們社科院藍皮書最新的增長預測 下年的中國GDP增長預測為6.3% 現在連6.5%都不是補8% 變成補6% 當然每次這些數據出來 一定有很多人會挑戰 挑戰最主要是說 你們有沒有計算通脹 例如周遠大師 如果計算匯率其實可能是負 甚至乎有些人都不用計算匯率 現在的GDP增長率已經是踏入負數 當然還未計算很多造假問題 先問一下Kevin 你怎樣看現在所謂GDP增長率 實際陷入負數的說法 我這方面是專家 是 因為我做的研究是看它的燈光 即是那些 中國工廠的燈和用電 因為這個是大概十多年前 經作家開始回憶到 不是說中國的 那時候 譬如非洲國家 或發展中國國家 去量度他們的增長比較困難 因為數據可能不太齊全 又或者會怕造假 於是比較客觀的做法就是怎樣 其實我當不到這件事 就是找一些proxy 或者是跟它有關的東西 有相關的東西 看看可不可以猜到怎樣 那最容易有的數據是什麼呢 就是 那些人做衛星 美國射下來 拍得到他們有幾光 那最出名的圖片就是怎樣 就是南韓和北韓 南韓和北韓 南韓很光的 南韓是黑色的 對 北韓是黑色的 就是反映到它不同制度的國家 北韓獨裁好 或者不是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好 就說它是優越性的 北韓那樣 那我就用了這個數據 跟現時的舊學生 做過就看過中國內地的數據 是跟它公佈的GDP的增長 是究竟有沒有一個關係的 因為那些人做過美國 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 都發覺是有一個關係 是那個燈光和它的GDP 是有一個很緊密的關係的 那就是你地方發展得好 就開桌子等 就是這麼簡單 那這個呢 又符合國情的 因為我們記得很早之前 李克強當時都未做總理 就是說他不信中國的GDP數據 他只信三樣東西 看不記得那些三樣 電力 電力 對 第二就是鐵路 流量 第三就是什麼 看不記得 三樣是什麼 第三我可能不記得 那等一下記得告訴你 就是個 還沒檢查一下 還沒檢查 我放了電腦 一時就不翻出來 那電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那我自己做過研究 就是發覺在中國內 看不同的省份 你拍照可以任它設的 這是它的好處就是 將地圖任它設 不要有地區的發展 你看回官方給你的數據 是官方數據的經濟增長 以及燈光的增長 還有銀行貸款 沒錯 銀行貸款 還有 那說完 那增長呢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又或者是局部 有些有關係 但是很不穩陣的關係 所以已經是當時幾年前我做的研究的時候 已經質疑過 是不是中國 尤其是地方的數據 是會造假的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什麼時候做 我第一次做 對上一次再有看的時候 是兩年前 我講理由給你聽 好嗎 第一個理由 就是現在的三分數據 就是以前中國是一個工業國家 現在是因為轉了去做 商貿電資生 是 所以中間是這個變成一個電 那個電力有影響 沒錯 第二個就是那個燈光問題 如果燈光是可以能夠反映到的話 全世界最有確的地方是香港 大家知道香港的公路 全世界是燈最光的地方 至少它是有一個 沒有燈就一定反映到貧窮 但是當中燈到了某一個程度之後 它再能夠再上到 能夠公佈到 第三個就是銀行貸款 我不知道多好還是少好 但是現在肯定是不好的 是壞事 是壞事 沒錯 所以這三個 都有它的限制 是有限制 是的 我反而去看 另外有些人說造假的問題 之前也說過 中國有很多出入口 在碼頭和貨倉的單位都是假的 這個就是我想起 以前有個嘲笑經濟學家的故事 就是食屎的故事 有個經濟學家跟他說 不如你吃了前面 吃了九屎去 我給你五百元 然後現在輪到你吃了 你吃我給你五百元 這樣一個交易就要 一千元 我們幫GDP增加了 這些假單 其實都是我們說 GDP的一個現在造假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說 就算不要說不停跌 就算它不跌 有很多地方其實都是吹出來 六點多還有什麼參考 這是一個常數 這麼多年來 已經幾十年來都這樣做 所以 沒錯 一個就是你說 究竟它的量 你說多少億 在那一刻是不是這麼多 高股了還是低股了 另外就是增長 因為我原本都是高股 原本都是低股 一直都是高股 所以有兩個問題 但是你說造假 有一個東西 我當時做這些研究的時候 都看了很多資料 原來那一刻 當我發現了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中央政府也知道 其實中央政府也想知道的 其實中央政府也想知道真相 是地方政府想造假 因為它可能因為升官 那個年代 GDP好的話 升官會有些幫助 所以很多地方的官員 為了爭取表現的話 它可能會做一些事情 令到它的GDP的增長會很漂亮 可能會起很多東西 其中一個大家不太知道 其實GDP這個制度 計這個會計是美國老發明的 是美國老發明的 大概打仗的時候 它覺得這樣可以容易 而那些資料在發展 即是國家發展 即是增長得很不好 可以操控 那這條數 有一件事大家不在意 但當年爭取得很重要 就是究竟政府花的錢 如何計算 即是G這個 是的 有一點悶的事情 就是GDP有幾個組成部分 消費 C 投資 I 政府開支 G 還有出口 Net export 就是出口減入口 其中一個部分就是G 其他那些東西 很多都是從商業給我拿到數據 就是說你出的工資 你賺多少錢 問題是什麼呢 政府做的事情如何計算 你商業上做的事情 會賺錢 褻錢 你賺錢的那些就是好東西 褻錢的那些就是好東西 褻錢的那些就是社會不價值 政府做的事情有問題就是 政府不會賺錢褻錢的 政府永遠當它打和 永遠當它打和的時候 所以在這個大伯像工程 它就不是計算它有多少人用 為社會帶來多少得益 它就覺得大伯像工程 花了多少錢 就是這麼多GDP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剛才大師說到 國家越來越轉型 沒有那麼多製造業的時候 那用電可能少了 可能消費的模式 用電和你開行燈來做生產 24小時 就是世界工廠那個年代 可能不是一樣 所以有這個偏差 反光用電量就會發生 是的 但是另外一個有問題 就是政府開支 現在國家開始就是 覺得你再搞那麼多基建 那邊際效益可能會低 但是有一個年代就是 它起碼有很多鬼城 公路可能又未必會有用 但是那些全部放在GDP 的時候 又全部使得越多 GDP就越大 那麼我做過分析 就是看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省份 政府的開銷 會不會解釋到不同的數據 類似做過 所以是很多的原因 令到GDP的數據 你講那麼執著 說它不是補不補得到多少 尤其是幾個百分點的 那些根本是浪費時間 其實 6點不是很厲害的 如果真的補到 但是你除了匯率因素 它去年人民貶值了5.43% 所以如果你除去匯率因素 那當然你不難直接除 因為可能有些加有些減 有些除了 但是我們會很粗略地計 你會直接除 那些人說 會否直接減 那當然不可以 問題是我們很快地計算 直接減 那你一減 如果美元結算的話 就已經是 等於增長1.幾% 但是中國其實這幾年 最萎縮最快的地下經濟 就是因為你搞了貪官 搞了貪官 又掃黃 又掃黃 又掃了地下錢莊 喂 地下經濟沒有了 那裡的萎縮是很重要的 而且你一沒有地下錢莊 一沒有了那些 黑社會 賭馬 賭外圍幫 全部的交收 不知道怎麼搞 那裡是萎縮得很重要的 但這些就不會反映 是的 所以六下六點幾那裡 就算我們可以信他不造假 就算他不造假 就算他不造假 對 他的造假是很平均的造假 平均的造假 那每個 補到六也不是很奇怪 因為他真的弱了 不見了經濟 從來都不是反映在 GDP的官方數字 是 但是有這樣的說法 現在習近平在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他是反而更加加大陸力度搞的 我覺得如果純從理性來說 是挺好的 就是你洗一洗牌 就是在這個時候 你洗一洗牌 我經常都說 中國和印度的分別 就是印度會引到中國 因為中國就是他洗牌來 他在之前洗得很乾淨 所以你的底子好一點 容易些 容易些什麼 如果你夠膽在體育年代 你不怕 抓貪官 搞廉政 搞好消息 遲些再貪過 我自己才是 搞廉政 去公幹化 遲些再公幹過 就是 當你去收拾好這些東西的時候 現在你不怕衰 香港就是 2003年的時候 你不肯多人燒炭 不肯多幾十個人燒炭 結果你就是搞到到最後 就搞到今時今日 你又未來不來 你要是 是的 我咬緊咬緊 我過多幾年 等它整個轉型 大家是把泡沫法去掉 遲些可以再泡沫 過日再來 會比較容易些 這個就是因為地下經濟 不是那麼好的經濟活動 於是沒有了一件好事 但另外一件事 就是剛剛相反 是需要人擔心的 就是除了地下經濟 近年沒有了之後 很多一些中小企 因為他們報稅的時候 都是亂報 或者根本不是納入統計局裡面的範圍 所以又是保陸好 保質好 從來就不關這些事 而這些中小型的經濟 其實是對國家發展 對民生 就是有幫助 正面的這些 很多朋友做廠 那些 就是我經常去看廠 所以朋友就是看那些 就是因為現在 哎呀我又不敢倒閉 又不敢 又不敢 有時他來打這個 打這個 不是 上面來捉這個 新環保法 他不敢倒閉 就是因為勞動法 他經常要關門 不敢開檔 就是因為新環保法 很多這樣的政策 阻礙了經濟 到他們真的想去搬 賠錢 要走人的時候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 都是做不住了 不如我搬去第一國家 如果這樣不見了 這些部分的經濟 那就對國家的發展 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 執政那些是對的 但這些 執政那麼嚴厲 執政到這些 都沒有活力的時候 對國家發展 就會是要擔心的 但是結論也是對的 都是那個結論 你說補七 自然補八 到現在補六點多好 其實都是一種感性的指標 一種感性的指標 跟我們說實際重要的東西 信心指數 其實中國這麼大 如果你能夠 那樣東西 是令農村 即是說 那個西北 西南的地區 是比較好一點的時候 或者 那些地區好一點的時候 其實就算你去到4% 實質增長也一定很好 即是你如果是一個 平均發展的地區 現在就是因為 很不平均發展 你才要補八 補七補六 如果平均發展 補四件很好 即是農村就很窮 你如果當那些錢 就是說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 解釋就是 沿海地區 它的增長率 可能是七八 而外面的地區 即是人口增加 你不停把人口的資源 去沿海地區 那你的經濟發展會快些 但是你把人口 放在一些落後地區 你的經濟發展會慢些 但是你把人口的資源 放在落後地區的時候 你是需要更大的努力 不過 你整個經濟發展會健康很多 現在 有很多中小企 於是廠廠漏了的時候 現在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說 現在內地的正面的說法 就是說 鼓勵一些人回鄉創業 但是回鄉創業 就是因為以前做的廠 已經倒閉了 他沒有東西做 他沒有東西做 他會回鄉 這個是不是 他搞不搞得到呢 這個就是看 他現在打算 撿回鄉的時候 看看發展是否如何平衡 或者搞環保 其實都是這樣 其實那樣東西 應該就是 你撿正了之後 到最後就會走回歸 但問題是 當你撿正了之後 遲些就走回歸 那個過程中間 你就會有一個增長的動力 等於一個股災之後 你股災之後 完了之後 你的過程 到最後再炒過 泡沫又爆發 但問題是股災的過程 就是在香港的人說 最賺錢0,4,0,5年 最賺錢的做生意 最好做0,4,0,5年 因為小有牌 那一刻是一片南海 而中國人有太多的漏襲 是需要改革的 最後想說 補充一點 究竟你補多少 有什麼意思 為什麼要公佈 補6 或者什麼 意義在哪裡 我聽過一個說法 內地的朋友跟我說 補什麼7 補7的時候跟我說 他根本就是負增長 全部都負增長 除了深圳 那時候 除了深圳發展得好之外 其他全部都在縮 這個說法 但是他國家想的做法 就是希望做一盤數出來 來穩定軍心 我們現在 以前 他以前低估了的增長 曾經有一段時間 其實是雙位數字 這樣上去 一直都低估了 到你現在希望做的事情 就是什麼 我們慢慢把它補7 補6 這是期望管理 對 期望管理 其他地方都在縮 他覺得會慢慢的好 可能希望到他上來的時候 去到3、4的時候 就接軌了 就不用再欺負了 這樣就 雙一無事 大家可以有這個說法 我亦都講一講 在大概四年前 四、五年前 即是剛開始上來 沒有多久 那些人 香港那些人 很多人對於習近平的政策 就在那裡 說實際上不好 不好 怎麼樣 怎麼樣 我說你們 我同意你們某個程度的說法 就是中國那時候的經濟 是開始有些問題 但是 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會誇大了 因為來香港 你們認識的朋友 都已經是那些 那些人記得你一隻 那些貪污污吏 那些人當然不是 但是你們有沒有深入民間 去懂得去 不說太遠 或者上海 韓中 北京那些中產階級 那些小市民是很支持的 就是說你還要做什麼 他在維穩方面很有作用 喂 抓了貪官 我還要少些人工 就是他 他在那方面做什麼 那些是做得很好的 而我們實際上 在這個運動之中得益的人 固然是很少 因為我的運動是副增長的 但是副增長之中 也有些人是得益的 幾副增長也有些人得益的 OK 那些得益的人 我們是完全達不到的 就是我們達到最慘的 這個結果就是 我們經常都說 在香港經濟畢竟的時候 低下階層 最低下階層 其實從來都是感受得最平穩的 洗碗 是啊 哇 還站不到 好 不過時間關係 我們下次再見 OK